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 焦点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冷 英国执政保守党的管制能力 不断受到国民质疑 在全国地方议会选举中历史性惨败 保守党政客执政无能就企图转移视线 近日英国政府以国安法拘捕三个人 其中一人是来自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公室 而抹黑内地亦不为余力屡创新招 最新的手法就是完全在无证据的情况下 将黑客攻击英国国防部核下电脑系统一事 归咎于中方 被中国外交部嫌斥为无契之谈 多间英国媒体 一前就报道说 由外判承办商管理的现役及退役军人伸资电脑系统 遭到黑客入侵 英国首相新卫城就说 未明确点名是哪个国家涉及的黑客活动 但一些英国媒体和英国政客就暗示 这次的攻击是中国所为 根据报道 英国军方电脑系统遭到入侵 涉及英国皇家海军、陆军和空军服役人员的姓名 和银行资讯等等 新卫城前出席一个活动就说 有迹象表明 军方的支付系统遭到黑客入侵 但大家可以放心 国防部已经将这个系统下线 并确保受影响的人获得适当的支援 英国国防大臣夏博士同一日就对国会议员说 政府内阁不因为有关军方的数据已经被盗取 也有证据显示系统承办商可能有失误 但又说 确实有迹象表明 这是黑客所谓 我们不排除有其他国家参与 很明显的说法就是禁止中国 据初步调查指出 英国国防部的电脑系统 由一间外判承包商来管理 保存了英国军方人员多年来的个人税务信息 消息指出 事件调查现在仍是处于早期阶段 要收集足够的证据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 但英国政客在这个阶段就集中指控 今次的电脑入侵和中国有关 目的是哪里呢?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员指出 申伟诚和夏博士在有关黑客攻击的话题上 直接提及中国是因为没有证据 政客无理点名 只能够说明他们利用所谓中国威胁论来进行炒作 对于英国政客无端对中方作出指控 外交部发言人林劍就说 英方有关政客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致力打击各种认识的网络攻击 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网络安全问题刻意抹黑 这次是英国在不到两个月内 再次抹黑中方对英国的电脑系统进行攻击 今年3月英国副首相杜永敦在议会下院发表 讲话时透露 附属中国的黑客之前已经两次对英国发动网络攻击 当中包括2021年对英国选举委员会的攻击 以及向对华强硬派的英国议员发动针对性的攻击 中国驻英大使馆当时已经立即回应 指责杜永丹的说法是完全无中身有 恶意诋毁 英国的国家级电脑系统是否豆腐渣设施 我们不知道 但实际上 英国面对公众服务的大型电脑系统也经常故障 就是英国国防部爆出电脑系统受到黑客攻击的第二天 英国多个机场的边境人面识别电脑系统就发生重大故障 掃描旅客护照的自动闪门停摆 被逼改用人手检查 在伦敦、希斯路、曼切斯特等的机场都有旅客大牌长路 上年5月系统也曾经出现技术故障 令到部分机场受到影响 英国保守党的政客经常抹黑中国 很明显是希望转移英国国民的视线 保守党在全国地方议会选举上惨败 面对今年底之前举行的国会大选 亦都呈现回天乏力之势 党内的下议院议员纷纷叛逆跳船 在不足半个月内 已经有两名国会议员退党 转投敌对阵营工党的怀抱 已经显示出保守党内呈现了四面楚歌的败仗 保守党现在急需处理的是 搞好国家的经济和民生 以争取国民的支持 而不是炒作不着边际的外部威胁 甚至卸责中国来客选民 捞取选票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此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以及分享给朋友 本星期一至晚上6点和大家焦点短打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